你們等一下試試看,分別就分兩個 一個是先錄一個樞紐分析表 然後我這邊叫底線區 然後動作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先插入樞紐分析表之後 然後拖替到直到列 然後按照大小排序 游標記得要放B4 然後排序完之後呢 最後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大概就是,這是第一段有沒有 所以你執行之後的話會有左邊的那個表 再第二個是樞紐圖 樞紐圖的話基本上也動作不多 大概就是這些啦 我大概就把四個動作 先插入樞紐分析圖 那個圖就選圓形圖 然後再新增標籤 新增標籤之後再設定文字 設定文字之後再把圖列刪掉 大概就是四個動作 又比之前還更複雜一些 而且最後其實還有一個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加上它的位置 跟寬跟高 所以位置這邊 所以我這個是 Range D2的左邊那條線 Range D2 就D2儲存格那個上面那條線 有沒有然後再 Range D2的寬 乘上10倍 Range D2這個儲存格的高度 乘上20倍 OK 然後這個 第一個第二個 然後做這些動作 最後再把兩個結合在一起 所以因為最後呢 它是個別的兩個動作 所以我把它兩個2回1的話 就是再增加一個個區比例圖 然後call它 所以call的話就是 它會做第一個做第二個 然後呢 就執行它 它等於這兩個就OK了 不過你Range的時候 記得喔 如果你已經Range過 這邊有一個 你一定要把它刪掉 如果你沒刪掉它一定會錯 錯一定錯在那個什麼呢 把它重新命名那一行上面 這個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 因為這個是容易犯的錯 然後執行它 這邊執行 這邊會出現 一個表一個圖 OK 這個把它刪掉 OK又可以Range 那當然最後 這個做完的時候 我是希望說這邊再多一個按鈕 所以把這個歷年切到折線 上個禮拜做的 把它複製一下 因為要一樣大小 所以把它貼上 然後把它拿來改好了 改什麼改 按右鍵嘛 重新指定它的去期 叫做各區比例圖 然後把它的上面名稱 一樣改成這個名稱 所以我把它複製了 然後名稱改成叫各區比例圖 這樣子 OK 然後按下它的話 就會有一個表 一個圖就出現了 OK 然後 當然它現在比較麻煩 就是你可能還要再把它刪掉 手動 所以未來當然我會想說 是不是可以不要每次都手動刪掉 就是多一個按鈕按下去 如果已經產生了 就自動幫我刪掉 這樣會更貼心 那以後當然你就 執行任何動作的時候 實際上完全不需要你動 你只要按個按鈕 有沒有 它自然就會把你需要的東西呈現出來 比如說歷年切到折線圖 這邊畫出來了 然後再把各區比例圖畫出來 有沒有 那再來還有 所以待會我們要畫第三個按鈕 跟刪除這個什麼 刪除那個 這個前面的工作表 所以呢 我們目標是這樣 今天已經往前推進了 所以還有兩個按鈕 所以今天的進度 原則上就是把這一個 三 五個按鈕全部做完 就是今天的目標啦 它很 你會發現有點複雜 蠻難 但是其實我是覺得做出來 還蠻有成就感的 而且這個還是小case的 未來如果你有一堆的圖表 因為每天老闆可能要跟你要 很多很多圖表 對不對 那沒關係 你馬上可以 有沒有 如果你假如會寫程式的話 你就不用每天在那邊 塗法煉鋼 一直做一直做 很辛苦的 每天都是為了這些圖表 然後在那邊花時間 不用 你程式寫完之後 一個按鈕按下去 自動幫你把它 把它產生 而且未來甚至 你還可以 你想放哪裡 就放 你如果老師 我可不可以兩張圖放一起 可以啊 因為我們剛剛這怎麼放的 我們自己指定的嘛 那你可以換個位子啊 那你說老師 那可是他們在不同工作表 沒關係啊 你可以把它放一起 對不對 完全沒問題的 所以未來甚至你可以把它 這三個圖 都可以把它放一起 三個表也可以把它放一起 這個是由你自己可以指定的 所以未來你的報表要怎麼呈現 你自己可以選擇 你要什麼樣的報表 什麼樣的圖 通通可以放在你想要放的位置上面 那其實喔 現在那個軟體叫Power BI 它其實有個概念叫Dashboard Dashboard其實就類似 就是把這個圖 放在它指定的那個位置上面 讓它滿滿的放在那個 你要呈現的那個畫面上面 那可是它比較大的缺點 第一個喔 Power BI上面不能寫程式 不能寫程式 只能寫一堆公式 那公式只能寫簡單的 複雜的不行了 OK 第二個的話呢 它要放的位置喔 它沒辦法像 Excel你要放啊 就是說指定 它是可以讓你可以放在指定位置 但是它比較固定 它就是幾個樣式讓你挑選 那如果你要做比較複雜的變化 欸很抱歉 沒辦法 所以喔 一般我的習慣 當然那個東西就是 可能可以做一些比較簡單的 基礎的呈現 但是如果你要做相對複雜的呈現 或者是做一些動態的呈現的話 那你倒不如用這個來做喔 會相對的比較能夠符合你想要的預期結果啦 OK喔 那我覺得比較強的地方 應該就是VBA的部分 那VBA怎麼產生呢 用錄製的嘛 那當然難也難在這裡啦 所以有些工具喔 它變化很大 但問題是它的複雜度也很高 可是如果你可以駕馭得了的話 那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簡直是太方便的一個東西 你要對一個資料 馬上產生出一個計算結果 客製化一個 你有一套自己的公式演算法啊 模組 你可以自己套上去馬上有一個結果出來 對不對喔 所以如果你要客製化 這個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工具啦 只是說它的複雜度其實也不算太低 因為細節太多了 可能有幾個地方可能要請各位自己在小心 然後我剛剛寫的程式嘛 除了我剛剛秀的之外 你們也可以參考雲端白板吧 雲端白板這邊其實也有啦 自己再看看喔 然後有問題也許可以再提出來討論喔 那今天大概後面還有幾個 兩個按鈕把它完成 OK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喔 其實喔 那個Excel裡面還有那個 這個地圖耶 甚至可以把那個熱點把它打在地圖上面 我覺得變化更大 OK 就是更可以把那個數據圖像化 把它發揮到一個極致喔